我們講說在今年選舉年 美國希望盡量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但問題是這一場 他hold不住 這個是以哈戰爭 到目前為止 大家就要問 以色列是不是真的瞎紅眼了 原因是因為 這個是救援補給部隊 世界中央廚房 他們基本上有一個救援車隊 希望把物資送到了 加上走廊裡面 結果三台車 竟然是被攻擊 而且是接連被攻擊 所以他們就很生氣的說 這根本就是以色列方面 有計畫逐量的攻擊 他就講 說車隊全長超過1.5到1.8公里 然後第一台車遇襲之後 他們趕緊跑到第二台車 可後來第二台車也被攻擊 他們才挪到第三台車 你想 一個一個被襲擊 這真的是誤疾誤傷嗎 還是他們為什麼 要這樣子攻擊補給車輛 白宮下的講法是說 他們收到的資訊是沒有證據顯示 他們是故意的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 所以他們已經講對這個有責任 但是他們不是故意的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 現在呢 世界中央廚房的員工遇襲之後 拜登表示 他也會跟納塔尼亞胡 也就是以色列總理通電話 表達不滿 但除此之外呢 能不能做點事情啊 你這個表達不滿 是真的在表達不滿 大家想問的是還是是做給 大家看說 對於人道救援這個部分 有受到的攻擊 我會幫你們表達不滿喔 現在基本上啦 大家都在問 以色列這邊呢 他們一直在出手 沒有要把動作停下來 甚至直接打到了伊朗駐敘利亞的大使館 現在呢 伊朗這邊最高領袖已經講了說 一定會報復 美國趕緊跳出來說 這跟我沒有關係 一切都是以色列所為 強調的是什麼 強調的是說 他沒有跟我講啊 他就自己去打了 所以呢 我知道 應該是他打的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 不要算在我同上 畢竟伊朗這邊的講法就是 不管怎麼樣 他覺得 美國你有提供軍火給他 你就是有直接責任 這邊 美國切得很清楚了 不要對美國進行報復 好 現在呢 在伊朗這邊 他們有直接提到說 在這一次的這個緊急會議上面 除了美 英 法 三個西方國家之外 基本上 所有各國都對這次的事件 提出譴責 但是美 英 法 就是沒有對以色列提出譴責 所以他們就認為 美國你真的能夠置身事外 安然無事嗎 俄羅斯 再給他補一槍 他說了 欸 你們美 英 法 頭不譴責的 頭反對的 這個如果是你們自己的大使館遇到 你們會是這樣的一個反應嗎 將心比心吧 你們這樣子的一個講法 就是你們所謂的 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嗎 現在在以色列內部 基本上呢 可能是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 一種就是支持現在的政府 持續強硬的作風 繼續打 繼續攻 但另一種是希望說 是不是我們應該設一下停損點 設一下止血點 所以在以色列反政府這邊的群眾 已經開始聚集到納塔尼亞湖的官邸外面 希望說你趕緊下台吧 數千名的示威者是拿著火把 走進了納塔尼亞湖的官邸附近 那當然啦 這後來整場活動就因為情緒比較激昂 所以有出現了一些騷動或者是一些騷軟 可是納塔尼亞湖他現在身體是微樣的 所以他也知道現在在外面 在以色列這邊有這股情緒是迎他而來 但講是這樣講 以色列真的會換人做做看嗎 畢竟啦 他們的這個戰時內閣部長已經有說 希望能夠提前來改選 好 內閣制如果改選國會的話 納塔尼亞湖會不會又真的下台 納塔尼亞湖這邊講啦 應該是不會 為什麼 因為他直接說你這個在搞政治 現在是面臨什麼樣的一個政府 以色列的國家大事 你在這邊搞政治 你在這邊出亂子 好 納塔尼亞湖現在是在賭什麼 賭一個政治賭博 這個時候在空襲以色列 當然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就是會影響到美國 美國的死對頭就是伊朗 所以你這個時候打伊朗跟美國 基本上是兩邊在反制 他在玩一種正式的博弈 另一個層面來講 他也知道拜登基本上也是希望他下來的 所以這個時候的出手 是不是能夠讓拜登這邊 跟以色列的伊朗之間的對壘 讓拜登跟自己距離再近一點點 把他拉回來一點點 對於年底的選戰 美國這一局就很重要了 因為該怎麼做有可能影響到的 就是他們最後的選舉趨勢走向 請教一下賴老師 因為現在大家看不下去 拜登說他也看不下去的是 他攻擊的是聯合國這邊 他們所派出來世界中央廚房的救援車隊 我覺得內塔尼亞 抱歉 我覺得內塔尼亞胡他目前處在一個困境 因為他明確的感受到 拜登要背叛他 要拋棄他了 拜登之前事實上就把甘孜 邀請到美國去 是 內塔尼亞胡就已經相當的不滿 他認為拜登在破壞以色列的團結 為什麼 因為甘孜是最有可能取代 內塔尼亞胡的政治領袖 所以當時當拜登跟甘孜在會談的時候 那時候內塔尼亞胡就已經隱隱約約的感受到 拜登很有可能會拋棄他 他當然就提出了 當時跟拜登有強烈的抗議 結果我們看到了 果然在安理會 拜登投下了棄權票 這個對內塔尼亞胡來說的話 就是你對我的背叛 那怎麼辦 安理會的一個決議是 栽結業的時候不能夠動手 必須要停火 以色列確實沒有對於 加沙地區的醫院進行動手 但是問題是他對於黎巴倫 也就是的珍珠黨動手了 他對於伊朗的大使館 就敘利亞駐伊朗的大使館動手了 而之前他也對於敘利亞 就開始用轟炸的方式 那就要挑起 美國跟周邊這些國家之間的一個爭端 那也就是要把美國拖下水 目前來講看起來拜登是有所節制 可是這樣做還不夠 我覺得這一次內塔尼亞胡 是已經激進瘋狂了 為什麼 因為 這個中央廚房他們有明確的說 他們每一次的行動都有跟 以色列提前報告 沒錯 而且路線都有說 車隊有多幾輛都有說 都很具體就是因為避免 被以色列認為說誤解或是誤疾 所以一切都很透明 一切都很明白 這樣的情形下的時候 以色列還是攻擊了 我想這個已經是孰可忍孰不可忍了 對於美國人來講如果在袒護的話 美國人在國際之間就毫無誠信可言了 就完全沒有地位 我覺得美國也必須要跟內塔尼亞胡 要嚴正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內塔尼亞胡的目的 是削弱這個人道援助的力道 因為大家還是會害怕 那就削弱的話 這個對於以色列來講 就是有利的一個地位 可是現在為什麼美國怕 伊朗借這個機會去報復美國 因為美國在敘利亞的北部有軍事基地 在伊拉克也有軍事基地 可是在過去我們這麼多年來都聽到 有民兵組織攻擊美國的軍事基地 可是從來沒有人傷亡 這很有學問 怎麼可能會沒有人傷亡呢 那就是意思意思打一下 但是不讓你傷亡 可是當要報復行動的時候 就必須要有人建選 也就是要有人死 那這樣的情形下 只要有美國的大兵死了 被打死了 那美國就一定要有反應了 一旦有反應 那當然就是跟伊朗之間的戰爭 如果是如此的話就剛好 就是以色列想要看到的 就是內塔尼亞胡想要看到的 所以美國才一直提醒伊朗 不要借這個機會報復我 跟我沒關係 不是我幹的 那當然如果是伊朗的決策者 我倒覺得他目前來講 如果避免美國被捡進去的話 最好不要優先攻擊這個美國 應該要優先打擊的是以色列 可是又不能夠去打到 以色列的平民百姓 因為打到以色列的平民百姓 又會激起美國的猶太人 要求他們的政府 要出兵去保護以色列 那情況又捡進去了 簡單來講就是 你要如何把這個災害控制 因為不要讓這個問題 更加的複雜化 但這一步真的很難 來請教岳老師 因為他就是直接打人家大使館 這基本上在國際上 這樣子的一個作為 你就是直接跟人家挑釁嗎 我4月1日聽到說是以色列轟炸 敘利亞首都大馬士格的伊朗大使館的時候 我以為是一個愚人節的玩笑 後來發現這個事情實在是太嚴重了 這個嚴重的事情的話 其實我仔細深究一下其中的原因 我先把答案說出來 就是說以色列的話 要這一場戰爭從10月 去年的10月7日打到現在 超過160天的情況下 結束不了 以前我們聽過以色列打仗 都是6日戰爭 7日戰爭 10日戰爭 現在一下子打了快不得了了 150 60天了 你知道嗎 現在以色列本身來講 冰原是一個大問題 他們以色列人很愛國沒錯 但是你也愛到這種地步 因為在美國的猶太人也開始反對了 現在納塔尼雅胡做的事情 就是說栽介越要直接攻擊拉法的話 可怕一個小地方 140多萬人的情況下 大概在國際上的情況下不行 但是目前為止 納塔尼雅胡面對國內的情況 以色列的國內的話 原來他跟司法單位就是對著幹 對不對 大家如果了解 司法單位的話 居然是把那種 正統的那個 正統的就是戴著高帽的 輸個小辮子的那個猶太人 他們本來在以色列不用當兵的 現在取消他們的 取消他們的待遇 要他們當兵去 然後這個的時候 他們就搞花樣 然後就是示威 所以當然野胡最近也不幸運 得了善氣 所以說開刀 所以才變得很憔悴 但他其實是個硬漢一鳴 但是他這個裡面的情況下當中 以色列如果沒有兵員的充實 那他的這個場戰爭越來越麻煩 現在以色列跟誰交戰了 現在以色列跟哈馬斯 跟珍珠黨 然後跟那個胡塞武裝 這個都是伊朗支持的 是伊朗的代言戰爭 現在他直接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幹到伊朗的頭裡頭 你要了解轟炸大使館代表三層含義 第一個就是宣戰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對於敘利亞獎也是宣戰 然後第三個的話 伊朗本身在算這個賬的時候 他不會放掉美國的 所以說那塔尼亞戶他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要拉美國下水 我坦白跟他講 大家要了解 你等到以色列突然出現 有亡國危機的時候 那個整個民意的又翻轉起來了 因為以色列有很多人 是不准許他亡國的 如果有亡國 以前我這個做科學哲學的時候 曾特拉維夫請過一個人來 這個演講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們每一次都要打勝仗 他說我們一次都不能輸 我們輸了以後全部就結束了 結果仇恨太深了 所以他那個時候 跟我講這個情況 我聽了嚇一跳 所以我對這個事情非常有感覺 就是納坦尼亞戶目前為止 就是拿著以色列的國運 跟美國對賭 然後美國本身 大家可以看得到 美國真的是焦頭爛額 拜登不得不拿起電話 來打給習近平 想要問一下這個問題 該怎麼辦 是 來 請教政老師 以色列公然的轟炸 西亞裡面的伊朗大使館 就是剛剛岳老師講 他是公然侵略 而且侵略兩個國家 這個是違反國際法 這是個國家恐怖主義 根本就是一個大侵略者 如果說那些美國西方國家 俄烏戰爭的時候大罵俄國 為什麼這次不出來 英國 法國都不出來譴責以色列 這是個雙標 比較有趣的是 美國人馬上撇清說 我們沒有參與 不但這樣子 以色列事先也沒有告訴我 你知道他們聯合國裡面 這個代表這樣子辯解的時候 俄國的駐聯合國怎麼修理它 說你們不是一向表現 非常以情報的掌握自豪嗎 你們什麼東西都可以掌握 包括可以預測什麼音樂廳事件這樣 你們怎麼這一次以色列要轟炸 伊朗大使館 你說你們什麼都不知道 為什麼我們都沒有參與 就諷刺它 就是你這個撇清 未免太弱了 未免沒有辦法攻心力 這個是一個功能的攻擊行動 另外一個 家沙已經產無人道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國際救援組織 特別國際的中央廚房 這個人道救援的 以色列照打不誤 你打拼命已經很可惡了 救援拼命的他都是打架 意思是說不要你們來插手 這種情況美國人怎麼面對 以色列這麼殘酷 他說沒有證據證明 以色列是故意的 你怎麼忽然間可以這麼厲害 我是不是也可以講說 沒有證據證明美國沒有參與 河南就是 包括就是你有參與 沒有證據證明你美國沒有參與 你這樣子幫以色列那扯 沒有證據證明以色列是故意的 我跟你講 不要講說你們是不是在唱雙簧 像剛剛兩位前面講的 以色列現在是有點失控 但是我們要同情美國嗎 這個是你養虎為患 現在以色列這隻老虎 你這個種出去到處咬人不聽控制 你養的 你是士族你當然要負責任 今天以色列像個瘋狗一樣 我認為他是故意的 為什麼 有時候你是個瘋狗最可怕 你正常理性的時候 因為他會覺得說 你可以推測你的行為 以色列現在納德那堂 我就是瘋了 瘋得最可怕 誰敢來惹我 他已經到了生死關頭 而且展現出 為什麼要去轟炸那個平民 為什麼要轟炸救援平民的 國際慈善組織 而且連有什麼波蘭的 一些澳大利亞的造幹不誤 我就剛剛前面講清清楚楚 然後就是有意的 然後嘴巴說我不是故意的 他就是要跟全世界上發一個訊息 誰敢惹我 我是六親不認為 這什麼東西都禍開了 這個才是他真正要傳達的 然後美國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如何面對這個 你平常不是一副正義領燈的樣子嗎 結果在聯合國裡面 被俄國那個代表 把他湊到簡直是不看到的極點 但我要講回來 這個國際上這麼大的事情 在台灣在綠營裡面 像我們這種節目會討論 幾乎是不討論的 而且在美國沒有發生這個事情 以色列沒有幹這些事情 你們可以置外於這個東西 到這種地步嗎 台灣可以到這樣的一個地步嗎 你們該引以為戒 你們所崇拜的以色列 你們所認為可靠的美國 專門幹這種慘無人道 而且做事不負責任的事情 你們今天就算要搞台灣獨立 難道不應該心驚肉跳 引以為戒嗎 可以這樣子搞嗎 所以我是說台灣 簡直是墮落到了這個極點 這件事情在全世界 引起軒然大波 到底後面會怎麼樣發展 是的 你這個時候千萬不能中以色列劑 就被他拖下去 可是說真的 以色列跟美國在這次 在全世界幾乎是正當性 是蕩然無存 全世界大多數的國家 都是站出來公開的譴責 特別是中央廚房這個事情 所以美國還在那邊變 還在幫他講 叫做一個有人權的國家 要在國際上伸張人權爭議 笑話到了極點 所以拜登告訴大家說 有啦 要打電話了 我會跟他說我很不滿 好 我們先進廣告 好